跟踪海峡热电 反映两岸民意 海峡两岸 台湾专家指出 大陆民间存在反台情绪 两岸民间敌意不断增长 对两岸关系发展造成威胁 需要重视和防范 两岸民意对抗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又是谁在可以制造两岸民众之间的仇恨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统一不可党 搞好两岸关系是台湾主流民意 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据媒体报道 台海局势紧张之际 两岸民间的敌意也有所增长 有台湾专家学者指出 如果任由这种敌意增长 撕裂两岸互信 那么会导致局势变得更加危急 造成两岸民意对立的原因有哪些呢 我们又该如何团结两岸民心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市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 和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余强教授 欢迎两位 桑辰北京的余强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桑辰好 余奥树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由于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致使两岸民间的敌对情绪有所增长 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近一个短片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 今日在台湾举办的一场论坛活动上 有台湾专家指出 由于民进党执政等因素 现在大陆民间已存在反台情绪 两岸关系发展中 也存在两个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 一是民间开始相互仇视 撕裂两岸人民互信 二是有些人乐见当前日趋严峻的两岸关系 甚至认为危机会创造契机 中评社评论认为 当前希望两岸和平相处 深化交流合作仍是主流民意 但是民间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民粹声音 尤其是台湾执政党和一些政治人物的 反中仇中言行 挑动了两岸民间仇恨情绪的抬头和增长 是极为不健康的 需要重视和防范 过去我们常常用 两岸一家亲这句话 来形容两岸同胞之间的深厚情感 但是现在有分析认为说 两岸一家亲似乎已经逐渐地 变成了两岸一家仇 我不知道尤教授您是不是也有这种同感 而这样的一种变化 是不是应该引起两岸各方的高度警惕呢 确实在台湾 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 大概现在都会同意 两岸之间敌意增加了 而且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提高了 那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 当然有很多因素 其中有一样跟两岸之间 尤其是民间民众之间的这种对立情绪 确实有在升高 你说在台湾这边呢 本来就有很多人在炒作这种仇中反中的情绪 然后呢 在这种仇中反中的情绪之下 我们知道这种仇恨的情绪是会传染的 所以呢 它当然会激起大陆也会有一些民众 因为台湾这种仇中反中的情绪 也开始有一些反台的情绪出现 如果你让大陆的14亿人也开始反台的话 那个不是台湾能承受的 所以呢 很多人担心 如果这个状况持续 对台湾是非常不利 那到底什么样的因素 造成了这样的两岸的仇视情绪呢 尤其在民众之间 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歧视就发生了 像台湾这边 小的事情像是说大陆榨菜都吃不起这样的言论 在名嘴 在媒体 在网络的网民之间 类似这种言论蛮多的 完全不符合大陆的实际状况 他就这么说出去了 那稍微严重一点的 大学老师居然对着上网课的大陆学生说 对 你们就是吃毒奶 吃的比较多的那一群 这种直接的敌意的表现 当然会有一种歧视的感觉 所以很多是这样的歧视 然后还有很多大陆的朋友到台湾来 或大陆看台湾的媒体 因为我们从小知道 两岸本来在历史 血缘 语言 文化上 本来就是一体的 结果呢 他却发现台湾人啊 不断地在说 我不是中国人哦 而且切得非常干净 总是要说中国如何如何 台湾如何如何 仿佛在他的脑袋里 就把两个地方切开了 这个也是非常伤感情的啊 所以一个是歧视 一个是切断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最严重的是 对大陆的动机跟意图啊 充满了扭曲跟误解 大陆把台湾当家人 所以呢 他会有很多事情 尽可能地给家人方便 我有了成就 我愿意跟家人分享 我有了机会 我愿意跟家人合作 心心念念希望的是 家人要团圆 结果台湾怎么看这样的善意呢 他把这个善意当敌意看 认为大陆所有对台湾做的事 就统战 而且要并吞台湾 我满心的善意 结果换来的呢 是你完全不重视这个善意 反而认为我这个善意是敌意 你觉得这种仿佛有点 我们说的不好听 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这个要不出现反台的情绪 也蛮困难的 所以这些因素就造成了 很多大陆的民众 他表达的态度就是 我对台湾很失望 我们对台湾这么好 结果台湾民众是这种反应 这种失望之后 当然难免就会出现 有一些话就说难听了 我们说两岸是 手足相连的一家人 那么作为家人 按说骨肉亲情的这份 最深厚的感情 是最不容易撕裂的 但是为什么走到今天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真的是不愿意看到 所以要好好地分析一下 原因找到病根所在 那刚才尤教授说 他觉得现在岛内 仇中反中 就好像是一种传染病一样 你传我 我传他 一传十十传百 那么最开始的这个病因 这个病毒在哪 为什么当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大家可以两岸一家亲 那么现在为什么变得 亲情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这种仇恨对立 那您觉得 这是不是跟2016年民进党 上台执政有关系 是不是他们故意为之呢 我觉得这个现在的 这个所谓的病毒 它其实病根是在台独分子身上 所以其实说实话 你看十年前 就沉入刚才 尤教授所讲的 十年前当时这个大陆 还有很多朋友想去台湾 走一走看一看 大家还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所以那个时候两岸之间的氛围 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这个一切发生转折 其实是2014年 从太阳花学运开始的 而太阳花学运我们也知道 其实这背后 其实有民进党 大量的政治操作在里面 然后到了2016年 等到民进党执政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大陆还是希望 能够让两岸的善意越多越好 然后能让两岸的交流 两岸的关系的发展越多越好 所以你会发现 大陆一面的在踩油门的时候 台湾方面拼命的在踩刹车 而2016年开始 民进党当局又开始在台湾执政 所以它就可以利用 手中的执政的位置 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会发现 这四年间 就是遇到了所有的事情 民进党当局遇到事之后 它第一个想法 不是说如何让这个事情 把它解决掉 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如何政治操作 如何破坏两岸的善意 然后它所有的事情 都往这个方面去想 然后如果没有遇到事 它有一天一天在着琢磨 怎么制造点事 去破坏两岸的善意 这里面我把它分成三类 第一类事情是说 你可以做好的 但是它故意不做好 2018年花莲发生地震 那花莲发生地震之后 讲实话发生地震 第一时间人命关天 救灾的事情 那我们大陆说 我们愿意来帮你 那结果他说不需要 如果说你觉得 你自己的救灾力量够 你都不需要大家的帮忙 那也就算了 问题是大陆不让去的时候 要日本人去 那你让大陆看来就想说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这是这个 然后再到2020年 关于这个疫情名称的事情 你说实话 关于这个疫情名称的事情 本来不应该是一个话题 因为大家都这样叫 你就这样叫就好了 而且这个时候 你真的就是按照 世卫组织的要求 把他这个名字 叫做这个新冠肺炎 台湾民众 你想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弹 因为大家都这样叫 你非要在这个问题上 不断地去做文章 那你会站在大陆角度 会想什么 就是你故意找事 或者讲难讲 你没事找事 你非要找出点事来 你要干什么 那你就是在破坏两岸关系 破坏两岸的善意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是 该闭嘴的不闭嘴 他自己又挡不住 但是他非要出来讲一句 比如说像2018年 这个福建向金门供水 这个事情 金门也需要 福建这个管道也都建好了 该供水了 结果他非要拦 那讲实话 你说你拦有什么意义呢 金门会离异 也不会 人家水现在供的 用得好好的 所以你说你这么拦一道 讲实话 大家都看到 你非要在中间插一道 那你插一道最后的结果 大家觉得你小子心坏 你为什么非要干这个事情 好 再来 再比如说像华为的事情 美国打压华为 美国打压华为 跟你台湾当局有什么关系 结果你看蔡英文当局 跑出来说 说我们台湾当局 也不用华为的设备 有你什么事 而且另外问题是 台湾的股市上 现在有一个板块 叫华为板块 就是实际上 华为的供应链 让大量的台湾的企业受惠 你却打压华为 是什么 最后什么结果 是你打到你台湾自己的企业 就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 你长点脑子 这是一个部分 然后再比如说 最近 关于大陆口罩和大陆疫苗的问题 你看台湾当局就 好像感觉就 跑出来讲说 大陆的口罩他不想用 大陆的疫苗他不想用 我求你用了 疫苗现在是 是紧缺物资 所以你说 你说实话 就是这种事情 讲了半天 我们真的会问一句说 你心里对大陆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那个敌意得有多重 你才能讲出这样的话来 一个心中只有恨的人 他是不会做出善事的 所以才处处挑事 唯恐台海不乱 所以刚才尤教授的分析 也让我们看到 两岸民间之所以 从过去的亲户一家 到现在这种仇恨气氛的增长 民进党当局是难辞其咎的 那么尤教授 您如何看待 民进党当局执政这些年来 为了制造两岸对立 撕裂两岸同胞情感 所采取的各种卑鄙的手段 特别是今年 从疫情爆发以来 又有哪些事情 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 他们的冷血与无情 当然我觉得在两岸的仇恨 升高的过程里面 台湾的执政当局 当然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因为我前面说 谁在制造两岸的敌意 本来两岸之间 就有一些差异 可是这些差异是可控的 是可以求同存异的 如果你希望两岸 不要发生不稳定的状态 不要发生战争的危险 你其实就可以扩大共识 增加你的善意 减少那些可能带来风险的事 可是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 它是在破坏共识 本来两岸充满着 可以找到共识的事情 比如说我前面讲的 语言 历史 文化 有太多的共识了 结果民进党上台之后 在做什么呢 它不断地把两岸的 共识基础给打掉 不断地把历史课本改变 改变台湾年轻人的认同 就是让本来有的共识都没有了 第二 本来你可以增加扩大善意的 刚刚于强兄讲了很多了 你以这一次疫情以来 除了坚持要把疫情叫武汉肺炎 然后开始跟着美国 要政治化新冠肺炎 然后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底下 经常你可以看到 在散播很多各种 对大陆不利的病毒的消息 那所以大陆做得好的 像疫情 大陆控制的好的 他就不说 大陆做得不好的放大 然后甚至你还可以看到 有些绿营的政治人物 大陆现在开始有能力 在自己疫情控制之后 协助其他地方 甚至有人散播什么呢 有人散播说 大陆这个先放毒 然后再做善人 那话讲得非常难听 然后刚刚于强兄提到的 像口罩 像疫苗 你如果定了个标准 说这个不符合标准 大家可以讨论 可是它不是 它是就来源地 只要是大陆来的口罩 只要是大陆的疫苗 仿佛就是不好的 有危险的 你这种时候 感觉是什么呢 大陆有疫情 你落井下石 大陆做得好的时候 你不愿意说大陆的好话 然后呢 对大陆生产的物品 产生那种嫌恶的 带有那种嫌恶的那种态度 如果是这样 你觉得这样会有善意吗 这个字字句句 送出来的都是高度的敌意 所以打掉了原来有的共识 明明可以有善意的 它去制造敌意 然后风险呢 大家都知道 台湾最大的风险就是搞台独 它就继续搞台独 而且那些想要降低风险 在两岸之间 想要促进沟通 沟通的目的是什么 相互理解 降低风险 它去打压这些 在两岸中间呼吁要交流 呼吁要和平的人 这个结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不管你买多少武器 明明两岸有这么高度的经济遗存 但是你可以看到 敌意正在增加 军事风险正在提高 这就是这些恶行 所导致的恶果 两岸民间敌意 会带来哪些风险 又应该如何化解 请继续收看台湾两岸 确实我们说有因材或有果 正是由于民进党执政这些年来 逐渐在岛下埋下了 这种仇恨的种子 所以才让现在 两岸民间敌对的情绪 越来越高 刚才我们说了 两岸本来是亲如一家的兄弟 但是如果兄弟一旦反目的话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 就非常的担忧说 如果真的任由这种敌对的情绪 再持续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未来对两岸关系的走向 是不是也会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 的确 如果这个趋势下去的话 的确对于两岸关系 未来的走向 我想我们没有办法乐观 因为同样的事情 就是两岸关系 能够持续地往前推动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是两岸的善意 需要不断地累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有善意 所以比如说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 大家都会愿意朝向 比较正面的方法去看 去解读 所以这样的事情 也比较好解决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 然后另外就是 两岸的氛围好 那么有一些 想去迫害两岸关系的人 他就不敢跑出来 他也不敢无视生非 所以这个压力要在 如果两岸氛围不好的时候 这些人就会跑出来 就是开始见份插针 开始给你搬弄是非 这种事情就会越来越多 然后再有就是 就是两岸氛围如果不好的时候 其实那些比如说想去参与交流活动的 推动交流活动的 有的时候他就会面临各方面的一些压力 比如说我们看到说 比如说你看台湾 你过去五年 再往时间往前推五年 2015年左右 今天很多事情 你觉得根本都不可能发生 比如说台湾的艺人来参加大陆的文艺活动 怎么可能台湾当局跑出来说 不能去 然后你要去 我要这样我要那样 这在五年前你简直无法想象 说这根本 这怎么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就今天他真的就做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氛围之下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这种 就是这种见缝插针 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情 就会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样下去之后 最危险的事情 它是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就麻烦了 台湾是一个选举社会 一旦两岸的敌意不断地增长的时候 那么政治人物会跟着民意跑 如果台湾的社会 对于大陆的善意在减少的时候 这个时候希望两岸好好相处的政治人物 他会感到压力 而那些像台独分子这些人 他就会在岛内兴奋作浪 那这样的话 整个那个政治的天平 一旦导向 说这个导向那个 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一边的话 其实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两岸关系 其实过去这些年间发展 取得这些成就 是过去几十年积累善意的结果 但是善意这种事情 积累起来非常慢 但是破坏起来很快 一旦破坏了 然后再去想去修复 是非常慢的事情 两岸关系起起伏伏的发展 它就有点像橡皮筋 它有的时候会拉得长一点 有的时候会拉得短一点 这个都正常 但是你不要拉得太过分 拉得太过分 一旦橡皮筋断了 那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再挽回了 那现在两岸关系这样下去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给台湾民众自己的生活 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觉得台湾民众 真的要好好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人正常的生活 最需要的一个基本的东西是安全感 但是你会现在发现 说台湾民众现在真的很缺乏安全感 就明天上去不断破坏两岸关系 最后台湾民众现在缺乏安全感 这个头顶上早上有个飞机飞过 它以为是打起来了 这个维修警报器 警报器忽然想一下 它以为是打起来了 半夜打个雷 它也以为是打起来了 然后你看到台湾网上 大家在讨论 比如说家里面 离家最近的防空洞在哪 然后再有就是 这样两岸关系不好之后 就给美国人给了机会 结果美国人就见缝插针 那美国人见缝插针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台湾受害 美国就会各种各样 给台湾塞各种各样的东西 一会儿美国牛肉 美国猪肉 一会儿武器 然后这个价格还贵得要命 然后台湾买到之后 台湾自己受害 什么都得不到 然后还得把钱给美国人 两岸的善意的减少 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利 对于台湾自己的利益也不利 总之两岸关系 一步一步地恶化到今天 像您说的老百姓 脾心吊胆 忧心忡忡地过日子 那一种情形似乎确实 民进党这些台独分子 他们非常乐见 因为他们心里面认为 你们越仇恨越对立 那么离他们台独的目标 似乎就越近 但是我们知道 邪不押正在岛内 还是有很多的有识知识 他们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因为他们知道 台湾是根本离不开大陆的 而且两岸之间的交流交往 也是不可能割断的 所以游教授您觉得 尽管现在有重重的困难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 来克服这些困难 帮助台湾那些 对大陆产生敌意的民众 去化解他们这样的 一种负面情绪 我觉得至少有几点 第一点 我认为反台独这件事 是两岸可以找到最大共识的 台湾虽然对两岸前途 有各种人提出各种主张 但是最大的共识 就是台独绝不可行 台独的前面是一堵墙 所以只要这一点 我觉得两岸可以找到很多的力量 团结在一起 让台独人士知道 他们不管如何切香肠 不管如何想要往台独逼近 前面那堵墙是不会改变的 第二呢 我觉得大陆的发展 当然是这所有两岸走向哪里 最关键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这么多年 大陆不断的崛起跟进步 只要对这件事是有信心的 只要朝这个目标不断迈进 我认为就算有些网络上 有些媒体上 老是要把大陆的好事说成坏事 但是最终这个好事 它是挡不住的 所以呢 如果这一点能够不改变 我觉得在这个不断进步 发展的方向上 恐怕这些台独分子呢 或是台湾想制造敌意 丑化大陆的人难以得逞 第三呢 就我同意于强兄的意见 民间的交流 当然应该持续 我们经常说互利 共利 双赢 我们就要继续创造更大的利益 就要赢给他看 两岸要有更多的合作 当然 在合作中得到利益跟好处的人 我觉得也要有个体认 现在你不能够袖手旁观 你不能好像这事不关你事 两岸坏了 仇恨提高了 你以为你还可以静静的 再继续得到这个利益 我觉得有事之时一定要出来 他要知道 如果不能够压下去这个敌意 如果自己不能对善意付出一些力量 恐怕这样的互利双赢 是会被这些 有心制造敌意的人给破坏的 但我觉得大家要有信心 透过交流 两岸有非常多的共识 两岸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创造优势的互补 我认为这个要持续 台湾这边的有事之事 绝对不能在民进党制造的寒蝉效应下 认为我还是别说话吧 所以敌意的声量越来越大 善意的声量越来越小 你这样就是逼大陆要表达立场 等到大陆表达立场 然后就会又被民进党 又被台独分子给利用 说你看大陆现在飞机又来了 他不去解释飞机为什么来 风险怎么制造的 可是台湾的有事之事 如果不出声 不把这样的两岸和平发展的 坚定原则表达的话 我认为最终两岸就会越来越不稳定 而这个责任是台湾这边的知识分子 一定要负起来的 化解敌意是需要两岸共同来努力的 那刚才尤教授主要谈到了台湾方面 主要应该做些什么 那我们再说说大陆方面 因为尽管民进党当局 在两岸的交流过程当中 不断地拆桥 筑墙 但是毕竟两关系的主导权 还是牢牢掌握在大陆一边的 所以为了化解这份敌对的情绪 您觉得我们还可以用一些 什么样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我觉得站在大陆的角度 首先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断地阻碍两岸交流 那么我们应该是把两岸交流坚定地推下去 而且这样的交流应该是多层次多方位的 各种各行各业都要交流 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交流确实起到了作用 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 就是来过大陆的和那些没来过大陆的相比 来过大陆的民众对大陆印象比较好的 要大概比没来过大陆的要高13个百分点 所以交流实际上是有用的 然后另外我觉得在交流当中 这个方式方法有的时候其实也需要注意 台湾民众你会发现最近的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说两岸一旦如果要开战的话 应该尽快地签和平协议 那你就要跟台湾民众说 对 我们也觉得签和平协议挺好的 问题是签和平协议得有个善意 这个善意的累积得现在就开始有 怎么累积善意 大家得见面三分情 得见个面 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 是不是都应该跑好再办一办 这样的东西都得有 而且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会发现台湾的很多年轻人 他对于战争的想象 很多时候是从比如说电脑游戏来的 有一些是从电影上来的 所以他对于战争的想象 很多时候是玫瑰色的 他很浪漫 那个他的残酷性他其实意识不到 而且打电脑游戏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些打电脑游戏的人 对于他看来 就是这个战争打一半 如果不如他意的话 可以从头开始重新再来 我觉得要告诉台湾民众说 没有这码的事 真正的战争是很残酷 很可怕的 跟电脑游戏完全不一样 根本不是粉红色的 所以得要他有切实的感受 就是你从现在 比如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威慑台独的举动当中 你能够感觉到那个压力 这个其实对于 真的一旦战争打起来 这个其实只是第一步 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 就是他得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最后的结果是说 就是两岸好 台湾才会好 我们对于台独分子 肯定会用强硬的手法去震慑 但是对于台湾的普通百姓 我们的同胞 肯定像您所说的 日久见人心 用这种讲事实摆道理 而且一定要把道理 说到他们的心坎里 所以相信 只要大陆不断地释放善意 那么更多的台湾同胞 是一定能够理解 一家亲的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无论蔡英文当局 这些台独分子 如何挑动两岸之间的 对立情绪 别忘了那句话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只要两岸同胞之间 能够真正做到心联心 那么台独分子的阴谋 一定不可能得逞 感谢两位的点评与分析 谢谢邮教授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邮教授 谢谢桑辰 余教授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海峡两岸 再会